《五十七太陽報》 無課孤空非法逃離符刑責 2015年7月10日講文《A.02本報信》 近日內地股市出現股災,不單多個財金部門傾力救市 甚至公安部及中證監獄出動調查股市狂卸是否有人惡意孤空 以市場抑止股市劇力波動的元凶之一 涉及股民以達比例槓桿借入資金炒股 一旦市況逆轉,便觸發市次股災 究竟何謂惡意孤空,又何謂槓桿 要向經紀借入股票孤空市指投資者如看淡某隻股票時 可以支付利息從經紀手中先行借入特定數量的股票 並在市場沽售,代股價下跌時 再以低價扣回股票並歸還於經紀,從中賺取抄價 前提時必須先借入股票 至於惡意孤空,相信包括非法孤空的行為 即投資者在孤空股票前,並沒有先行借入股票 即無貨孤空,合法孤空活動在內地 香港及歐美主要市場都是允許的 但非法孤空則須面對刑責 另一方面,投資者在投資股票時,很多時都會利用 即借入3倍或4倍甚至更高的本金去進行投資 如本身有10萬元,做3倍槓桿 便借入30萬元,即用10萬元,可以買入價值40萬元的股票 內地網民齊有4全體股民要同仇敵開 一致對內奸,窮追猛打,容易重點,以平民份 公安部吸力,嚴厲打擊固止其貨的惡意賣兇 警察叔叔,你們早來幾天就好了 強力支持公安部介入查處 要讓違法者傾家蕩產 嚴懲惡意做空股市的機構和個人 10年內不得入市 既然有食藥警察,為何不成立股市警察 恨不得在惡意孤空者身留下一百個窗眼 既然有名為公安部無知 既然有不成立股市警察 既然有關於公安部署 既然有不成立股市警察